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又有东西要和大家分享啦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它就是我们新年期间少不了的美食产品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种这个瓦菇 其实种这个瓦菇可以当做这个摆饰瓶 你可以把它摆在家门口 我让你们看看前几年我种的瓦菇 你们看是不是很美呢 要种植这个瓦菇的步骤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准备一个盆 一些石头和水就可以了 要种多少粒多少颗都是根据你准备的盆而定 首先就是把一些部分的石头放在底面 然后把你的牙固放上去 然后把你的牙固放上去 剩下的就用舌头来埋着它 剩下的就用舌头来埋着它 然后就慢慢的下水 只要水的高度渗透它就可以了 然后每几天都要时不时去查看你的水量有没有减少 如果有减少的话再加水 一定有人会问我这样种会不会有蚊子哦 其实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放几只孔雀鱼就可以了 你不要小看它哦 不要以为就是那么纯粹几片青色的叶子 就很简单的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寿命可以高达大约半年时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有兴趣想要种植蚊固的朋友们 今年的新年记得哦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其实很简单的 你只需要放几只孔雀鱼就可以了 你不要小看它哦 不要以为就是那么纯粹几片青色的叶子 就很简单的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寿命可以高达大约半年时间